你 妙妙 怎么了 你知道耗子 每天神出鬼没的 都在忙些什么吗 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小齐在剧院里 每天都干什么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每天都接触的人 比如说 外卖员 快递员 服务生 司机 保安等等 这些人 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 又是怎么样 他们关心什么 他们的痛点是什么 他们为了挣每一分钱 都付出了什么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就像我们这种 关系密切的朋友 也并不知道 彼此每天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的 背后都付出了哪些 所以我决定了 我就要拍一个 职业体验系列的Vlog 帮助人们建立桥梁 了解这个大千世界 怎么样 听着不错 但我这篇童谣竞争 太激烈了 像你这种 西宁鸡汤类的故事啊 想横空出世 想夺人眼球 怕是不太容易 不是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扫兴呀 我要是想要找人 给我泼冷水 我用得着跟你说嘛 我就去找田田了 他能直接给我 喷氮气降温吗 氮气不能用于人体 钱三一 我现在需要的是鼓励 而支持 而想法 你不是天才吗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你说 你做视频呢 首先得有个性鲜明的 策划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 以前的节目呢 都是先策划 买点写剧本 对吧 但是我就不这么干了 既然是体验 那我们就来真的呀 我要在真实的素材中 找到话题 但是呢 我也不赞成 先预设什么话题呀 可以用来推广 反正就是 我这个连续剧 一定要真实大于虚构 可你这种 一个人的团队 你知道 有什么优势吗 就是灵活性 如果充分利用灵活性的话 恐怕会有奇效 你这个人就够了 我就多余跟你商量 说干就干 干什么去啊 我今天晚上得通宵 把这个项目书写出来 我要让田田 对我刮目相看 你干吗 我没事 不下雨了 我怕那个树上有水嘛